秉承着落后就要挨打 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的原则 各国都在不断地展开军事武器的相关研究 无人战车就是其中一个 在美国陆军的RCV项目所设想的未来战争中 无人战车就是未来战争的赶死先锋 轻型无人战车可以在前方侦查敌军动向 并利用数据链将信息传送给后方的指挥部 随后在由中型无人战车利用自己配备的反坦克导弹 去攻击敌方坦克 并利用机炮 机枪等武器 杀伤敌方步兵和轻型的装甲车 具有更强作战能力的中型无人战车 则是跟随主战坦克一同对敌人发起证明冲击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中型无人战车M5 其全重10.5吨 最大有效载客3.6吨 最大行驶速度为65公里每小时 采用柴电混合动力传送系统和模绘化设计 保证安静机动的同时提高了可靠性 可以由C130运输机进行运输 以进行全球部署 由于无人战车需要能够拥有较大的升级空间 不会对将来运用新技术造成妨碍 要能够较为轻松的对原来的战斗平台进行升级 这就要求采取模绘化设计模式 M5无人战车也不例外 其可以根据任务不同来选择不同的配置 在运送物资和火力支援时 可以换上不同的底盘来满足要求 而且这个转换过程可以在数个小时之内完成 同时远程无限控制无人战车进行作战 这就需要保证战斗机器人拥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 无人战车能够自行穿越复杂的地形 绕开战场上的障碍物 寻找最佳的路线抵达前线 在发现敌人之后再由人类操作员远程接管系统 决定是否开火和如何消灭对手 所以M5无人战车除了灵活机动的性能之外 还具有强大的硬件 配备能够对敌人威胁进行远程监视的FLIR传感器 可以使其在常见环境中 以及在雾、太阳炫光和低能见度的挑战性条件下工作 FLIR系统还将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目标检测 真正能够区分动物和人 从而为作战人员带来更大的辨别敌对有声能力 除此之外 M5能够依靠航路点导航 执行引导跟随移动和越野移动 这样的侵略性移动以及模块化结构 便于M5执行多种任务 应对各种路况、场景真正做到了全能化 只不过其主要任务是 利用反坦克导弹和30毫米机炮杀伤 BMP步兵战车这类的轻型装甲车辆 陆军还希望能够在其顶部安装机枪 以对付巷战中躲在屋顶的狙击手这类高角度目标 为了能保证其拥有较高的速度 选用较轻的装甲之外 即使是保护计算机等核心部位的装甲 也只能抵抗12.7毫米重机枪子弹 在目前的计划中 总共有三个不同型号的战斗机器人 除了中型无人战车RCVM 还有轻型无人战车RCVL 和重型无人战车RCVH 作为家族中最轻的一个型号 研发则相对简单 从工程的角度来说 将无人战车从中型缩小到轻型十分简单 两个版本都可以通过通用组件和驱动系统 目前美国的轻型无人战车 或许是以埃马夫轻型无人战车为代表 其采用柴电混合动力驱动装置 这款轻型无人战车重3.8吨 最高时速为64公里每小时 由混合发电机驱动 该发电机为高压电视供电 有助于实现静音监视和隐身能力 轻型无人战车既可以由士兵远程控制 也可以沿编程路线半自动主操作 战车配备了25毫米主炮遥控炮塔 高分辨率360度态势感知摄像头 传感器和导航设备 它可以配备细流无人机系统 以便在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 进行空中侦察 能够携带一枚反坦克导弹 还可以装备12.7毫米重击枪 榴弹发射器等 但其装甲较为单薄 计算机传感器等核心部位的装甲 仅仅能够抵御7.62毫米步枪子弹 但是这些并不妨碍RCVL完成任务 因为RCVL更多时候承担的是 侦察 数据传输和电子战任务 主要对手只是步兵和无装甲车辆 就算不能使用武器 只要能够依靠高速度来保护计算机 传感器 电子战等设备 就能够很好的完成任务 至于RCVH 美国陆军认为它应该具有 和主战坦克相同活力的生存能力 而重量只有20吨到30吨左右 但是陆军并没有关于RCVH的研制 其原因在于 现有的主动防御系统并不成熟 RCVH需要和载人坦克并驾齐驱 但由于其装甲并不厚重 对来袭的反坦克导弹 坦克炮发射的装甲弹等的防御 则只能由主动防御系统来完成 可是目前的主动防御系统 并不能承担这样的重任 所以目前美国的重型无人战车 暂时由M113履带式装甲人员输送车 改装而成 由于操控无人战车的任务授权技术控制车 则由M2布雷德利履带式步兵战车进行改装 美国陆军计划于2022年6月至8月 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 对4辆轻型无人战车 4辆中型无人战车 4辆重型无人战车 和6辆任务授权技术控制车 等无人作战体系进行全面测试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发射反坦克导弹攻击地方之外 无人战车还有一个骚操作 比如用无人战车发射无人机 2021年的时候 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就展示了其新型TRX 绿带无人地面车辆的模型 这种无人车抛弃了传统的机炮 机枪和进程导弹等5G 直接携带50架弹簧刀式自杀无人机 一言不合便直接放出无人机 对敌方实施密集打击 弹簧刀无人机的能力 相信各位应该都不陌生 可以从多角度攻击地方的轻型装甲车 以及视野之外的坚固固定目标 可以达到最大的杀伤效果 像什么雷达隐身 低视觉和热信号等 能够保证自己存活的设计 也是一个不缺 加上战术侦察 监视和目标获取能力 弹簧刀可以飞行80公里 然后对目标进行打击轨道确认 性能一等一的好 其火力投射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的无人车 再加上操作员可以通过机头上的光电和红外摄像头 看到无人机的动作 便可以引导无人机飞到指定的位置 随后自动跟踪指定的目标 甚至是击中选定的坐标 如果一个威力不够 那就两个 TRX无人战车啥都不缺 就是不缺弹簧刀无人机 就算是被敌方军队发现 损失的也不过是一辆无人战车 以及N个弹簧刀 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国而言 其实这也就只是洒洒水而已 连九牛一毛到一毛都算不上 不过说到无人战车 最先投入实战的还是俄罗斯 虽然骑起步比较晚 但是步伐很快 天王星九无人战车 已经在叙利亚有了实战经验 天王星九无人战车 全重10吨 长4.5米 宽2米 高1.4米 最大行驶速度 可以达到40公里每小时 装备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自动火炮 一挺7.62毫米口径的机枪 并装备重型反坦克导弹 最大射程5800米 操作员可以在3000米外对其遥控 并且还研发了天王星六扫雷无人车 用于清除滨海沿岸和陆地上的地雷 在2021年的时候 俄罗斯就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 完全由无人战车组成的装甲部队 该部队主要就是天王星九无人战车 以及五套天王星九系统 共计20辆战车 只是装备早并不代表性能好 在叙利亚战争中天王星九无人战车暴露了很多缺点 比如明明是一个无人战车 智能化却不达标 根本不能满足独立作战的需求 俄罗斯还将其看作一种遥控武器 为士兵撤退时提供火力掩护 其次在战场上 天王星九无人战车的装甲防护太弱 或许这是无人战车一个无法避免的缺点 扛不住大口径火箭筒的攻击 最后就是遥控系统了 俄罗斯的电子水平基本上是人尽皆知了 天王星九无人战车的无线信号 很容易受到建筑物的阻挡 在叙利亚战场上时 出现了掉线失控的情况 在战斗中失去联系的次数高达19次 最长的一次达到了90分钟 在得到战场的反馈之后 俄罗斯是否对其进行改进 也是一个未知数 凭借着未来战争的优势 无人战车已经成为了各国的重点研发对象 除了美俄 土耳其也研发了影子骑士 其具备自主返回 障碍物探测规避 航路点导航和巡逻 以及GPS失效区跟随能力 影子骑士还配备了一个 装有一门25毫米大都蛇 M242机炮的遥控武器站 影子骑士也具备自主机动能力 只是它不具备自主射击的能力 它需要炮手时刻处于监控指挥的状态 射击的指令由远程监控者下达 也就是说影子骑士执行任务时 并不能完全脱离于人 未来战争智能化的观点 基本是世界军事专家的共识 能够自主侦查 自主决策 甚至自主作战 全程无需士兵操作的5G系统 或许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比如无人战车 如果可以掀骑在局部战役和反恐行动中 就可以大大减少人员伤亡 而在未来战场上的战争 或许与当前的空中战相似 哪家的雷达更先进 炮弹更出色 谁就能取得优势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